好 今天是最後一堂課 這個節能計畫能源轉換 最後一堂課 我們單槍終於修好了 所以前面九堂課 都是要首推這個電子理學公司 很辛苦 這個已經好了 那這一課 PPT在網路上都有 總共有固態舞台1234 這個是第二級 那這個是當初 我請我的學弟蕭志人 他回來演講 蕭志人現在已經在台積電 資深經理 他那個薪水等級 就不是我們當老師可以比較的 就至少三字頭 年薪至少這樣 三 所以是很可怕 反正我認識的六丘人才 學弟學生 老師 當年學 好 如果在業界到最後的話 台積電 台積電是一個 吸收很多人在哪個地方 今天會介紹的寫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我今天想寫給各位的 可是因為單槍上次壞掉了 一直拖到現在才修 這個修單槍以前也是老師用計畫進入修 這個計畫可以做了很多事情 那今天會介紹粒子性波動性 那也會介紹量子力學的數學基礎 線性代數為積分 規數為分方程 為分方程 我們上次錄影已經錄起來了 這個參加全國教室比賽 這樣叫我就懂 這個比賽又得到全國有分方程 錄影的PPT都放在網路上 就是上次錄影 好 所以今天會介紹這幾個內容 好 所以粒子性波動性這樣就出來了 粒子性 那粒子性這裡會有粒子 好 那這個是會有波動 那一般的認識是這樣 那通常要認識這個 你就要看動量跟能量 好 那所以說 這些東西跟共有特性 這個要把它怎麼抖起來 比如說 一般來講他的故事是這樣 本來牛頓認為光是粒子 好 他把它想成一顆一顆的粒子 那湯子一樣 他認為光是波動 那海根絲他也有波動學說 那基本上這兩件事 這兩個人 這兩個科學家就是互相抵觸 對不對 那因為牛頓聲望比較高 所以粒子說 基本上還是比較聲望比較高 那海根絲是波動錯 一直到當時一樣 他做出了光學繞子 就是光學的干涉繞子 大家才開始動搖 也許波動錯是對的 那最知名的一集就是海根絲 他們推算說 在水中的戒指是病犯 牛頓預測在戒指中放出病犯 結果後來做出發現是病犯 所以 那這樣來說 荔枝說就失敗了 通通說有過程 可是這故事到1905年又開始很奇怪 那個賀茲當時在做電磁波的時候 實驗的時候 他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 那個現象叫光電效應 注意喔 光電效應 是賀茲他們做實驗 做出來 不是 不是愛因子彈 愛因子彈 愛因子彈從來到尾都是解釋 別人解釋不通的 他從來講一遍 那愛因子彈就覺得 這個光電效應這件事情 可以借用 Plant E-Nation 這個來說明 那1904年的時候 他就說說光電效應 這個文章 光電效應是什麼呢 我大概簡單說一下 就是紅色的光 綠色的光這樣打 如果綠色的光 可以把光電子打出來 紅色的光不行 那這時候古典學家就說 好